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出风为您带来的游戏时光 咱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 Hello Neighbor 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二幕 那么第二幕开始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戏 你看这个脚上穿的这个鞋 我们在上一幕地下室的一个浴缸的旁边 好像见过一个一模一样的鞋 所以说如果当时在地下室里 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双鞋的话 那么上一幕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 是真的真实发生的吗 这个事情是不是开始有意思起来了呢 是吧 那么上一节玩完之后呢 整体的剧情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邻居是个死变态 你知道吗 因为他经历了过了一次这个车祸 可能他的儿子啊什么的 给屁了 然后他为了弥补自己心灵的这个创伤啊 就把别的小孩啊 抓到家里当做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 哦贼大劲爆啊 加剑我们出去 呦出不去啊 哇 刚刚那什么东西 吓我一跳 好像是一个钥匙插了进来啊 然后把门打开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现在开始有一点怀疑啊 就是说 这个发生那个事情 是不是 就是这个邻居真的存在吗 就为什么会凭空出现一个东西 能打开这个门呢 是不是 就是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吗 这可以打开吗 哦可以太好了 对吧 就是这一切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们看到了一个凌空出现的钥匙 打开了这扇门 这个故事开始玄幻 其实这个地下室跟我之前完全不一样啊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剧情 就是实际上我真的是他的儿子 因为因为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主角这个下巴长了 和那个邻居的下巴长得特别像啊 说明是在经历一次车祸以后呢 这个人的母亲也就是刚刚那个老逼头子的那个老婆啊 死掉了啊 死掉了 然后这个儿子呢 吓我一跳啊 然后这个儿子呢就精神失常了 太夸张了吧 这是被囚禁了一万年的结束啊 这个房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吧 是吧 我又说这个儿子啊 精神失常了 我还拿到了个四级甲 不错啊 然后 他就被这个 可能没有被关到地下啊 只是他 感觉自己被关在了地下 是一种这个幻觉 是吧 是一种幻觉 他现在想到这一切事情 可能都是他的一个幻想啊 可能精神失常了是这个人的儿子 而不是这个老头 是吧 我们现在就是存在一个幻想世界中 要不为什么每次我们见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呢 是不是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哎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应该是有的 好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 那么不管它到底是幻想还是怎么样 哇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个蹦床 我感觉这是我们这一集 这一梦啊 逃出生间的一个途径 是不是 一个蹦床 是不是 我觉得很有可能 他就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很有可能啊 这并不是 不过这个时间的变换真的是很烦啊 到了晚上之后就看不清东西了 前面有个大门 刚刚看到里面是有一个锁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蹦床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出去的两个途径 然后我们可以上房 看看能不能借点瓦 借什么瓦呀 是吧 啊 这上面还有一个梯子 梯子看起来不是从这边能上去的啊 然后这是一个房顶 之前我们是从这个房顶啊 直接跳到了这边的一个位置 然后拿到了那个红色钥匙 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我能不能从这里蹦出去 啊 把丢掉啊 带着东西不能助跑跳 我觉得差不多 如果没有这个门拦着我 可能我能从这里出去 真的 然后这个门呢 是有一种这个机械结构在里面 所以 你没有看见我吗 他没有看见我 那那那您玩吧 趁您在楼上的时候 大爷 我就要问您一个问题 你是拿定眼看见我吧 你是怎么看到你屁眼后门的人啊 啊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考虑 这就是我看到的楼顶 可能会有一个 方法 我们拿点这个箱子啊 好 他去检查门锁了 Fuck you 他真的是定眼能看人啊 好了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 足够的道具了啊 这个高度还不足以让我们跳过去吗 定眼看人家伙又来了 他先去检查门 我们等他一会儿 等他一会儿 等了检查门之后呢 我们再上楼 OK OK 他走远了啊 我们上来 妈的这么远 他每次都能看见我 讲理不讲理 好 我们挑在这儿啊 把箱子放上去 再放一个 啊 好像不太行啊 我想电过来 但因为这个地方是个斜面啊 想跳过去可能不容易 好吧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现实啊 就是想电到足够高的高度 然后跳上去的这个方法 确实不太现实 这哥们这个眼神 在第二幕时候 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我在这儿 爸爸 爸爸我在这儿啊 爸爸这个眼神有点问题啊 在第二幕里面 我得把这个拼忍锅拿走 这拼忍锅 嗯 影响我东西的平衡了 知道吗 然后啊 拿下来 拿下来 我先垫一个上去 好 Fuck you 我先看看其他地方 还能不能找到箱子这种东西 我觉得高度不大够啊 高度不是很够 如果能再找到几个箱子的话 我觉得就稳稳的了 那个地方应该是 我觉得是让我逃出生天 最靠谱的地方 它是这里相对最矮的地方 啊 好烦啊 又被他看见了 别追了好不好 嗯 不行啊 不行 走走走 我们进入 呃 哎我靠 刚进来就射我 你大爷 给你们看看我的成果啊 看到那边这 看到这边这些箱子了没有 我们躲着它点啊 我觉得再有一到两个 能摆上去的话 哎 你大爷不要踢我箱子 Fuck you 你个贱人 你个贱人 我给你拼了 卧槽 再有一到两个箱子摆上去 我就可以跳到那个横梁上 然后再拿一个箱子 垫脚就会跳下去 但是绝对是野路子 好吧 我们还是正经走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可能 再也找不到一两个箱子了呢 呃 正经一下 我们 我看看这里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可以这个调查的东西 哎 你好烦啊 拉 然后我们进入看看啊 进入看看 哇 这个屋子里感觉 啪啪的感觉啊 这是灯吧 不管了 What the hell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啊 哦 家里都有发门 哎呦 这是可以拧的 我觉得我可以出去了呀 够了呀 啊 什么意思啊 这是爸爸卡在这了吗 不是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就这个地方 我觉得基本上我道具已经够了 哎 看到没有 嗨 我进来了 哎 这他妈 这他妈也行 我进来了 我靠 但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我也拿不到外面的箱子 然后因为这里有网 我也进不去 什么呀 他的这个正了八经的干法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 想办法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从这里垫 然后跳出来 对吧 从这里垫 然后跳出来 然后 我现在直接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呢 我现在啥也干不了 我被卡死在这里了 哦 我拿到箱子了 我找了一个位置 我拿到了一个箱子 但是我怎么办呢 我得想办法爬到这个位置上来 知道吗 然后 说不定能跳过去 哎呀 好烦啊 偏偏是在晚上进来的 都看不清 哇 彻底玩犊子了 我被抢到这个后面了 我操 哦 哦 好吧 我重开游戏了 没办法 刚刚给我砍到这个缝里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但我觉得这个 我这个方法吧 应该是可行的 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我能打开这个门的话 就会更方便一些 真的 所以我准备来探查一下 他的这个房子 是吧 打开这个门的关键在这个位置 在这 他在这 顶峰作案 什么叫顶峰作案啊 顶着他的脸 哎 关关关关 关关关 看有什么东西 呦 搬手 反正这个游戏呢 就是可以 就是一个可以 强行搜索的这样一款游戏 对不对 哎 只要 反正你死了之后呢 东西都在你身上 怕什么呢 呃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 没什么东西 OK 哦耶 Fuck you 哦 班子 是用在这个地方的 嗯 哦 我们在第一幕说好像也见过一个类似的地方 对吧 然后 但是在第一幕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没有用上他 完全没有用上他 哈哈哈哈 好 哦 一个全新的天地 火 他这楼盖子是真的够啊 我在想如果爬到最顶层的话 有个比较好的路 是不是我们可以从最顶层上直接跳进去那个地方 是吧 没错 我就一直啊 惦记着 惦记 那个蹦床 啊 这是什么地方 我是来到了比尔盖茨的家吗 啊 这么牛逼 还有鲨鱼 呃 再看看啊 再看看 这肯定不能下雨 下雨必死无疑 哇 闹钟 哎 手电筒 哇 晚上有手电筒啊 就清楚多了 这里是什么 哦呦 怎么突然间天就黑了呢 啊 我刚刚在黑天呆了那么久都没见到天亮啊 你说黑就黑是吧 屋子里 看起来没什么了 是吧 沙发什么又不能拿啊 你说拿个沙发这种东西挺挺利于这个大高跳过去的 是不是 这个地方我来的时候 有夹子吗 啊 哈哈 没有吧 呀呀 这个方向可以走吗 可以可以 不能走上去 咱可以沿边走 啊 这里还有一个发门 我们结合之前在屋子里面啊 看到过的那个发门 好嘞 这样我们拿到了两个发门 不知道一分有几个发门 我们拿到了两个发门 不是 我们打开了两个发门啊 我还是比较关心啊 就之前那个电缆的事 知道吗 诶 等一下 这边应该也可以过去 啊 是吧 我就很关心那条电缆的这个走势 诶 这边可以过去 然后这边可以一路走过来 是不是还有能打开的东西 哦 这里有一个不能拧的 嗯 看来我们缺少一定的这个要素啊 OK OK 三经代 哎呦 我操你吓我一跳 我打骂我以为我火过它了呢 什么呀这是 跳上来 对 就是这个屋子 躲过去 好的 这个屋子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都 在找不到其他 诶 也没有烧吗 这个我发门 诶 打开了 他家里应该是某处会产生什么变化 知道吧 诶 你用哪包装也能打玻璃吗 哦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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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溜他我都溜出心得了你知道吗 他爬楼梯的这个水平啊 可他妈差了 看看 他准备爬了 他准备爬了啊 哎呀 哎呀 你慢的呀 好 你接着爬 你接着爬 趁这个时间 咱们 走一波 哎 这边一关 看这有个钥匙吧 哎 漂亮 对开 那么这扇门就可以打开了啊 走走走走 哎 这样他家 咱们就进来了 嘿嘿嘿 我之前 一直没有走这个门 之前这个门是锁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开了 嗯 这个门开一下 不能开啊 走我们再往上 他在附近啊 我们避免啊 与他离得太近 这边 哎呦 这跳下去会怎么样 啊 呃 好像 不会怎么样 这又是死够次数给彩蛋的节奏 哇 这里有一个病床啊 然后这边 看看 啊 哇 出来了 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 是吧 一个家里啊 出了车祸之类的事情 啊 一个病床 可能是他的儿子 怎么样 现在就不知道他的儿子到底是不是我 是不是啊 我是不是他的儿子啊 他是不是我的父亲 这是一个谜 然后我们刚刚 好 他从这边来啊 他从这边来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爬楼梯 哎 爬这个长楼梯 啊 他不会爬一半下去的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儿等他 好在开始爬了 我们走 知道吗 我们走 哎 他会爬上去 爬 操 快快快快快快快 这可以转吗 这可以拉吗 哦 这个可以拉 漂亮漂亮 我刚刚怎么就 就这么大的东西摆在我面前 我刚刚直接从这边走过去了 卧槽 我说这边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哦 这杆拉来会直接弹回去 我应该还差了什么东西 没有解开啊 拉出来之后是无效的 哎 这还有个发门 哦 哦 他射了 他射了 你看到没有 哦 哦 哦 原来我一直就差这么一个明显的东西 是吧 等会儿 你射了 对 在这儿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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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很多 很多东西都迎刃而解了 迎刃而解了 我懂了 我懂了 然后是 起码我记的一个位置 Fuck you 那么明显的一个地方 哇 操 也就是说是有 三处水阀需要我们调 调完之后呢 还有水阀要调 呃 我记得我见到过两处 但是 呃 其中有一处我还记得 另一处有点想不起来 一会儿慢慢想吧 有一处是在这儿 对 看到没有 好 拿下来 咱们走 这种地方就是要速度够快 知道吗 打碎 啊 跳进来 打开 然后 安上去 一拥 哎 拿下来 我觉得应该齐活了吧 他没看见我 你是做痣吗 哈哈哈哈 再见 哎呦 没没没跑了 没跑了 我又发现一个 哈哈哈哈 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啊 每样三个是吗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下来 Fuck you 别烦我啊 OK 哦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没够到 好烦 来来来来来来来 一 二 三 装上 Fuck 扭 哦 拿下来 哦 这里还有一个 四个 四个要扭的地方 Fuck 你爬来 对对对 你爬 你爬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时间插大法啊 然后 放上来 一扭 一拉 这个开了 我可以走了 哈哈哈哈 我们又回到最初的那个套路上了 一个箱子 两个箱子 这把我可不怕被卡在里面了啊 要不在这儿试一下 呜 哇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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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但是肯定又是走了野路 知道吗 因为像什么鲨鱼 驰啊 还有这些东西啊 我们都没有去触发的 对吧 肯定还是走了一些这个近路 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出来追我 只是阴阴的看了我一眼 也许他觉得不用追 我终究还会回到他的怀抱中 是吧 哇 场景都变了 啊 诶 视角也变了 我是长大了吗 啊 什么图 什么什么什么 信没有 皮诺曹 是你 这大鼻子 不是要这么作死的 准备再回到那个村子里吧 拿上了 BB的东西 你就看他这个下巴 这个圈啊 我觉得这就是暗示 他就是邻居的儿子那种感觉 还传了口出气 出气 下定决心的感觉 哇 为败 回来了 嗯 这是他的那个房子 我们要这么作死吗 我一开门 这还进不去嘞 是这个吗 来看看 一个人头神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有点恍惚 马上上刀了你看 快快快 我们要离开这里 这里太可怕了 我不要在这里 这里有钥匙 还有我们自己家门的钥匙 一打开 老头在里面欢迎我 你看着啊 你看着啊 你以为邻居的房子拆了 是吧 邻居就会放过你了吗 一觉醒来就又被关在奇怪的地方 你看着呢 你看着呢 哇 这好像是必策的那个版本吧 这个房子啊 这个房子啊 哇操 夸了招了 看到没有 噩梦 仍旧没有结束 第三幕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的实况呢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再来继续玩这个第三幕 拜拜